Hello 大家好 我是知識共用協會 阿熊 好了 再見大家 今天就趁新學年開始之前 又趁差不多到暑假 重溫一下2.8有些功能 因為有些老師可能之前都沒有聽到我們Webinar 也可能不知道過往2.8有些什麼功能做了 當然在這裡重溫 另外也會在稍後的時間也會說少少下版本2.9的功能 還有我們接下來的發展也會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們自己Wingbook 1的平台設計 其實最主要一直都是圍繞著這三大區域 包括投入、評估和回歸 在投入方面我想大家如果用過Wingbook 1都知道 我們希望做很多互動的元素在裡面 包括電子書 也包括課堂裡面老師和學生 或者學生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但是慢慢發展到 其實我們都開始去到下一步了 還有評估 那會不會有更加多更加好的方法 令到學生去投入之後更加願意去做評估 或者可以有更加多的工具幫老師去做到評估呢 這個其實就一直都在發展著的 那再下一步呢 其實我們最後最理想的一步呢 其實是想收集多些大數據呢 是做回歸給老師和學生 因為我們做這麼多工具呀 做這麼多評估工具呀 其實是希望可以收集到多些不同的數據呢 就做一個學生的整體分析啦 甚至乎小組分析呀 或者甚至乎一些全校的分析的 那讓老師知道應該在下一步可以怎麼做 那所以我們發展了很多功能呢 其實都是圍繞著這幾個項目去做的 那很快就講一點點啦 2.8最近完成的功能呢 就是在電子書那裡 稍後會講一些組件啦 那課堂那裡我們有一個新的投票啦 那麼多媒體也有一些東西更新了啦 那評估我們就做了一些批改呀 活平呀 成績表呀 學習力情呀 各樣都有一點點改動的 那麼就回歸也是啦 數據分析加入了一些新的數據分析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增益的功能比較多啦 那來年呢 我們就其實希望開發一些 就是再大一點點 再實用一點點的功能 那待會我介紹完最近的功能之後呢 就會講一講的啦 那就好了 事不宜遲啦 那先講組件先啦 對了 那這個編輯模式我想大家都熟了 進來編輯電子書的介面 那麼呢 近一年呢 其實 我們做了一些數學組件啦 就是數學組件啦 開始做一些高年級的組件 那麼我們做了一些分數的組件啦 包括這個分數圖形和分數答案 那麼這個分數圖形呢 你可以在加號這裡 然後按數學 那麼呢 到底呢 你就會看到多了一些分數的組件在這裡 那麼這個就叫分數圖及答案啦 那麼這個組件有什麼還呢 那麼第一 它的使用模式呢 就已經有幾種的 第一 你可以填充圖形啦 就是只是填左邊的部分啦 那麼 又或者它只是填分數啦 也都可以兩個一起填的 那麼當然啦 你要先設一個題目先啦 例如我現在是上下學生 而有五分二這樣才算啦 那麼你始終要自己入一條題目 因為它是一條題目來的 所以你要入一個數值進去啦 那麼你見到進入了下去呢 它就會立即產生一個餅 還有也都會有這塊分數在這裡啦 那麼正常呢 其實你通常是隨便用一邊的 就是通常呢 要不就要那個學生給一個數據 叫他填回一些圖形 要不就反過來 給了一個 Sorry 剛才應該是直接在那個餅那裡填 那麼另一種方式呢 填充分數呢 就反過來呢 那個餅呢 就是題目來的 那就是學生填右邊的分數 那麼第三種呢 就是兩樣都填 那麼 讓大家玩玩 就是讓大家理解 為什麼有這樣的分別 對了 現在我這種呢 是兩樣都填的 那麼其實學生呢 就可以這樣答過了 那麼呢 有了這些餅呢 其實第一以往就是 老師要學生做這些題目呢 就叫做右顏色的嘛 對不對 那麼有些學生就游到烏里馬塞的嘛 那麼按鍵就快點啦 也都方便點啦 那麼它就算真的 咦 咦 它很勒勒 按的 你知道因為Wingbo 1 可以Zoom看的嘛 畫面 那麼Zoom了就可以繼續按 按了 那麼按完 就其實可以百分數啦 我先說回來 因為剛才有三個模式 正常呢 我轉回這個線 填充土形 填充土形呢 右邊這個數字不能按 就像剛才那樣 只是按個餅 好 那如果反過來 只是填分數呢 那麼左邊的餅 就自己出來 就不能按的 然後學生就自己要填分數 那麼它填分數的時候 其實學生要自己想一件事 究竟這一題的答案是 大分數啊 分數啊 還是數字呢 那麼它要自己想的 那麼很明顯這個大分數啦 那麼我們先選 在這個三個模式 按一按 按大分數 然後它自己填回一些正確的數字 如果不是喔 它覺得這個是分數 那麼就貼分數吧 那麼如果它覺得是整數 我就選一個數字 那麼這個其實呢 就省了老師很多 就是畫這些餅的時間 因為畫這些餅呢 就是很花時間的嘛 那麼還有因為它呢 就圖形大小有得教啦 顏色有得教啦 那麼這些就是 大家用開圓部分都知道的 通常顏色啊 大小啊那些東西 很多東西都可以教 背景色是一教啊 然後呢 那個底色是這樣都可以的 就是 那個框線是一教 那些框線出去是一教啊 字形是一教啊 那麼但是最重要 要搞一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形狀 那麼你很多時候不是圓形的嘛 你可能會用正方形 正方形你可能是想打橫切的 打側切的 那又或者是長方形的 長方形也是可以打橫切的 打側切的 那麼你看到這些 就算你設長方形呢 你看到這些長方形呢 你看到這些長撥高呢 都可以設定的 其實它的彈性都很大 那還有呢 最後就是多邊形 那麼多邊形怎麼設定呢 你按了多邊形之後呢 其實因為它幾多條邊呢 是取決於你的份路的嘛 其實剛才那些形狀都是 例如你要七條邊 這樣就算了 那麼它就做了一個 就是七邊的形狀出來 那麼你不用自己畫得那麼辛苦 那麼變回圓形又可以的 那麼自己會割開七份的 所以這個組件呢 就是出一些初學份數 這些份數項那些題目呢 就是非常有用 那麼另外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其實另外還有兩個組件呢 一個就是份數圖形 一個就是份數答案 那麼其實呢 這兩個組件呢 其實是等於這個組件的 只不過我們將圖形這一部分 或者答案這一部分 再拆出來 那麼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個呢 只是這個份數圖形呢 又有領領射射射 它自己一個使用模式呢 叫官害模式 那麼官害模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他win Paul 文的組件 都是一樣的 官害模式就是將它變成圖 變成那張圖 就只有一種題字 那樣不能按的 因為就是 有時候你想出其它題型的話呢 你又不想要這塊份數 那我只想要這個圖片 那麼你可以設定這個 就是分數圖形這個組件開著觀看 分數答案很簡單 使用模式也有題目和觀看 如果只是想放這個分數在這裡當圖片的話 就要設定它做觀看 這個就是分數答案和分數答案這幾個組件 另一件事分數比較是另一個組件 分數轉門 分數比較是因為其實正在做 但是還未放出外 這個是分數轉門的組件 分數轉門是甚麼呢 可能有時候你要學生有大分數轉假分數 或者假分數轉大分數 或者轉出來又是整數 我可以用這個組件 例如現在是一有二十分之一 例如這樣才算 答案就要你自己設定 但是你看到它自己會介意的 如果我一有四十分之一 那當然答案也是一有四十分之一 如果是大分數的話 如果我轉分數的時候 你看到它自己幫你介意的 如果你的題目是一有四十分之一的時候 你要個學生答的是這個分數的時候 就是假分數都是分數 那它就自動已經會變成一有四十分之一 那我一有四十分之二 那你要選 我一有四十分之三 那它自己會轉了四十三 那如果它轉做數字 它都嘗試再去介意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正常都是用來分數轉 大分數轉 大分數轉 分數這樣去轉門 那你先進去 那你先進去 我這裡有些問題 好 我先換完 那這些 就是那裡剛才有個小問題 我再檢查一下 那就是用來做分數轉門的 那另一個組牌做的組件 就是LCM通 HCFR 那這個呢 其實呢 你編輯的時候 就很簡單的 那你打三個數字進去 那然後呢 就是十四、七、二十一這樣才算 那你見到右邊這裡 它就會自動填了 那這裡呢 顯示方式又有幾種的 你要題目 加這個答案 加這個右邊這個選式 還是只是要題目答案 或者要題目和選式 或者是選式加答案 那這些少用一點 不過 就是為什麼有時候這樣用呢 可能你們 題目不是在這個東西裡面 原來在另一張圖片那裡 那你可能就要用到 只有選式和答案 好了 那如果單純不出題給學生 你就用回題目 加答案加選式 好 那玩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呢 就其實你學生 就要自己進入一些數字 然後自己進入 這個是7 這個是2 這個是1 這個是3 這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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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簡單這樣除 但是有時候有些情況 要多除幾次 或者有些學生 不能夠一次過 放一個大數字去除 他可能要2 3 這樣去除了先 那學生其實是自己 可以一直加一些步驟 那最後呢 這個答案就是 LCM是多少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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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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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4 15 14 14 14 好,這個LCM這個組件除了考LCM之外 也都可以考HCF HCF你在右邊這個考核那裡 就選擇這個HCF就可以了 對了,那個計分那裡 計分這裡還有一個短材處理 其實這個短材究竟你想它 計分還是不計分呢 幫我對還是不對呢 這裡其實你是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不處理 可以選擇對但計分 也可以選擇對和計分 你看到它這個計分的數值 它會馬上轉的 對了,這個就是那個LCM和HCF的組件 所以你看到最近做了一些分數的組件 另外就是我們在那個系統發聲那裡 2.8就加了一個叫Nero的聲線 Nero聲線是什麼呢? 就是人工智能的發聲 例如你選擇了一個放文文字 或者一個聲音播放器 大家記得本來就可以設定它的系統發聲 系統發聲的時候 其實在聲線這個位置 就以前只有2個聲音 最近我們加多了一些 你會看到寫著Nero的聲線 Nero的聲線是 其實因為我們是這樣的發聲 就是用Microsoft 那個人工智能發聲的 它近年就加了這個 新的人工智能發聲 那些聲音就會更漂亮 那我給大家聽一下吧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是的,當然還有看聲 如果你要藍聲的話 你可以選擇看一個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那我們覺得它的聲音就更加 像這個真人的聲音 那尤其是另外就是普通話 那普通話呢 它們加了很多排聲才行 那例如這把聲呢 那是小女的聲 那是小女的聲 OK,再來一個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是的,那比較小女的聲 那當然也有正經一點的聲 然後 讓我們聽一下 嘗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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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我們都覺得挺好的 另外就有這個語速和聲調教 例如有些老師想就學生的能力弱點 可以將語速調慢點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當然不會加壓太慢, 發聲有點差。 聲調越高的聲音就會像小孩的聲音, 越低的聲音就會像婆婆的聲音。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同樣,如果是英文的話,英文也有。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How are you? 例如這個Niddy的聲音,我覺得有點像香港人講英文的聲音。 如果你要像一些Native的聲音,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How are you?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這些用密碼的聲音,大家自己可以決定。 這個是一個新的Nero聲線。 另外,有一個功能叫做繁簡轉換。 這個可能部分老師或者學生適用。 當然是有內地人學生,所以才有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是在工具列上的。 這個工具列按這個齒輪開設定, 你會看到多了一個繁簡轉換。 然後就要開啟它,大家記得我們的操作是這樣。 然後按一下,如果它是繁體,你按簡體。 它就會轉成簡體。 那你按繁體,它就轉成繁體。 那這個呢,其實你不用特意預先, 在這本書,又要在網上找一個轉換器。 轉換了一些字,然後又再覆下來。 就是copy and paste下來,然後變成簡體。 那不用,學生字按也行。 那不是,你說我真的想做簡體書。 其實我們有另一個功能就不要混淆。 那另一個功能呢,其實我們在按右上降三點, 有一個其他工具的。 其他工具呢,其實真的有個繁體轉簡體的工具。 那但是留意,這個一轉呢, 是整本書轉了, 而且它真的將內容轉了做簡體。 那剛才呢,下底工具列的那個呢, 其實它就沒有直接將內容轉簡體的。 它只不過是將體出來的東西轉成簡體的。 那這個,大家要小心留意。 那另外,跟著想說呢,就是我們最近有個叫做配入PDF的動物。 那我轉另一個檔案給大家看。 那其實為什麼要做配入PDF呢? 那其實我們配合在接下來, 我們會出一堆這些叫透明組件。 那等大家呢,可以鋪一些透明組件上去的PDF那裡就已經OK了。 那我嘗試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又上過三點, 匯入PDF為圖片。 那呢,我們匯入這個PDF的方式呢, 是用一個圖片的形式去做的。 那記住啦,如果是work file或者其他file, 那你先將那個file轉成PDF先的。 那都不難的, 在work,因為按另傳就已經可以傳到PDF了。 那例如你選擇一個檔案是選了PDF, 那它會在那裡計算。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將你的PDF檔案呢, 就轉成圖片。 那右上角有個解像度給你選擇的。 那解像度越高呢, 那張圖就越清晰啦。 那就, 但是, 就是反過來也要想, 那學生也都會做得久一點啦, 因為那張圖就會高解像度一點。 不過,我想現在一般學生在家裡, 就是如果在家裡用, Wi-Fi都不會太差。 我想你144, 或者很多時候288, 其實都不是太慢的。 那記住呢, 因為它是匯入圖片嘛。 那我按確定啦, 選年的解像度。 好,成功匯入4月。 那它進來, 它還會再處理一下。 好, 你看到家族4月入來了。 那很完整地將你的PDF, 變成一張圖片。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雖然這些字選不到, 因為我們還在發展著, 希望那些字可以選到。 但是這個方式呢, 起碼呢, 那些格式呢, 我們都試過很多PDF, 就是基本上沒有走位的。 就是,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PDF有些轉悶, 有些人可以跌了, 下一項, 那你都很論述的嘛。 那我們發覺轉圖這個方式呢, 就沒什麼怎麼走位,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那import完PDF呢, 以後可以做到什麼呢? 剛才因為我說, 有些透明的造件呢, 就是可以讓你直接貼上去。 以後我們會在, 加好這裡啦, 加多一欄呢, 就會加一些, 叫做工作紙專用的造件。 例如這個, 透明前充題那樣。 那你一加呢, 就很簡單了。 喂, 我要這裡填了, 那你就放在這裡了。 那當然啦, 你照舊啦, 如果你有需要, 就是打回正確答案的。 來, 示範打開字啦, 那你當然要打回答案啦, 因為系統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複製了。 這樣呢, 雖然都是要做一點點東西, 那但是呢, 怎麼都比起你由零開始, 就是逐行字, 一個workbook copy過來, 慢慢排列, 就怎麼都快很多的, 因為你只需要填回這些, 答案位就已經OK的了。 那所以呢, 你見到呢, 我們做了很多重用的, 例如短答題啦, 短答題, 即是適合一些, 你整項要輸入的題目, 我全明有一個檔案給大家看。 好啦, 即是我有一份, 可能真的是學校的工作字啦, 那這個就是, 填充帶啦, 那填充帶還可以用完先的那些模式, 例如去檢查的時候, 究竟要完全的字一樣, 關鍵字啦, 你想它用到我們之前填充手寫的功能, 長格的那個功能, 是自由寫東西啦, 或者要它入數字, 或者要入數式, 那這些那些是因為用完先的那個功能, 那你可以做到這些效果的。 那另外我們又有透明的文字支援題, 那有時候有些東西不用填充的嘛, 例如這一題呢, 其實我是入了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加鑑勝取在那裡。 那當它玩的時候呢, 那它一按, 就學生就入加鑑勝取了, 那這個也可以做到啦, 那另外有整答題啦, 這個整答題我們之前做的那個組件啦, 那整答題很簡單, 你這樣鋪上, 鋪個透明架在那裡就可以了, 長文就對了, 鋪個幾項的架在那裡。 那還有一個組件我們在做的就是叫, 這個本來是用來做算草的給那些學生, 那但是我們發覺呢, 那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學生, 有時候要用電子筆, 但是電子筆因為是給整頁畫東西, 那但是你寫了一個區域想去畫東西, 又不想開電子筆呢, 那你其實直接整個框呢, 是給他寫東西呢, 那又可以這樣用。 那總之這裏我們有一些, 那這些類似的透明的組件呢, 就希望老師呢, 其實是可以再快一點, 那把你將工作紙呢, 直接轉PDF, 然後放入兩圓波紙呢, 起碼省了你排檔的時間, 那然後呢, 放回那些透明組件進來呢, 那就已經可以給學生去用了, 那就快很多了。 那當然啦, 還有再, 其實還有另一樣呢, 就再簡單再簡單一點的方法呢, 其實剛才那種方法呢, 你就要鋪回答案啦, 但是那個好處呢, 就是它, 因為你進入了一些答案嘛, 所以會自動去計分啦, 還有自動出成的表, 那另外我們還提供了一種呢, 再簡單一點, 也要再原始一點, 我叫做的功能呢, 就是你同樣匯入完的PDF, 好了, 你什麼答案組件都不放進去, 你純粹放一支電子筆在那裡給學生寫的, 因為你覺得很煩, 要鋪回答案位進去, 你連這個都不想做, 你就放一支電子筆進去啦, 但是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叫做手動評分的組件, 就是說呢, 可能學生他日日日日入了, 就是手寫了, 還原意不手寫了的答案在那裡啦, 那你只是鋪這顆呢, 給分的組件就可以了, 那我例如這題是, 這個手動給分的組件呢, 分三種的, 一種呢, 就是是非題, 那你幫, 例如原來學生這裡是寫了一匹的, 就是舉個例這樣, 就是我當我現在是學生做先啦, 這裏答A, 這裏可能寫了再次字音啦, 好啦, 到你是老師那時候呢, 就你可能很簡單的, 學生是選了True或False, 選了True, 那麽啦, 這裏搞錯了, 應該寫了True, 那麽就算了, 這題學生對, 就給他一分吧, 好啦, 這題呢, 因為其實學生可能答了A, 原來A是我認錯正確答案的, 那這裏就馬上計一分啦, 那另外這裏一題學生手寫題, 那是可以自由給分的, 例如我這題設了滿分給一分, 我照給一分, 好啦, 那立刻給到分, 那這個就再簡單一點的方法呢, 就其實你連組件都不用鋪, 不過呢, 你就要放回這些簡單的評分的組件進去, 然後呢, 你選這個題型, 是究竟在考它是對錯啦, 你想這些是開放式題型自由入分啦, 還是, 其實你是幫我入選題, ABCDE, 是的, 那在這幾方面呢, 其實遲些我們還會再有些功能呢, 是打算做一些, 就是配合學生手寫事權, 那那些可以配合這些評分的功能呢, 那就遲些再講啦, 好, 那講完組件的功能啦, 那就, 跟著就是, 其實呢, 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你分享的時候, 是啦, 那你按, 選好這些設定啦, 那就不講這些設定啦, 先選了組件, 是啦, 是啦, 那你建立完那些分享呢, 他會問你是否要建立分享連結, 就是這個是新的, 那分享連結是什麼呢, 它其實會產生一個網址出來, 那這個網址呢, 其實用來做什麼呢, 例如, 如果你全家學校都是, 就是由頭到尾都是用英波溫的, 那你派功課的時候, 那你很簡單, 派留書架啦, 好啦, 但我們發覺有些學校是用Google Classroom的, 那但是可能他又想加上英波溫用的, 那他在Google Classroom派功課的時候呢, 那他可以把這條連結呢, 就放在Google Classroom那裡, 那當學生呢, 他去找個browser, 那然後, 或者他在Google Classroom那裡直接結這條連結, 因為他有一條連結, 那其實到時候呢, 他就會問你是不是要在Wingbo One那裡開的, 那就是說, 那其實可以直接在Google Classroom呢, 就是放到一條連結, 然後學生一結, 就直接開回那份功課啦, 那這個就, 就是方便大家, 如果是用多一個平台有時候呢, 那就可以是共用了跟其他平台, 好, 好, 跟著下一樣東西呢, 我就會講一講上課的功能, 那上課呢, 就, 好, 我要找一個學生來先, 那現在呢, 左邊呢, 我就是一個老師來的, 右邊呢, 就是一個學生, 那我上課先啦, 好, 右邊的學生同事可以加入啦, 那這些老師算書啦, 那這個流程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我先找五個本書先, 我去找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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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本書是我剛才那本書啦, 好啦, 那就, 其實有些功能可能大家不覺得呢, 就是, 例如, 老師寫字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到學生是同步的, 其實現在, 這個是2.8線有的功能來的, 那另外呢, 其實當你入這個批改模式的時候呢, 是的, 例如我老師, 入了一個批改模式啦, 現在看到這個學生叫做國王的人, 那, 國王呢, 就, 是的, 他這個題目做了沒有呢, 做了, 不過有些問題, 那就, 不知道是不是我設了東西, 那就, 是的, 老師就算入了這個批改模式呢, 那, 他做了這些的批改呢, 那, 那, 是同步馬上看到的, 學生馬上看到的, 還要呢, 是全班學生呢, 都一起去看著, 郭王這個人做了些什麼, 那, 另外稍後, 也都會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以前, 掌聲聲給學生呢, 你會發覺是, 就是掌完之後就不見了了嘛, 學生, 很厲害都不知道, 那, 然後我們的聲聲呢, 會變成一個貼紙的形式, 等學生日後收回那本書呢, 其實那顆聲聲呢, 是會留在這本書那裡的, 那, 跟著呢, 其實還有想說一個呢, 是學生那邊呢, 是有個, 評語的功能的, 那, 你見到呢, 當老師在看某一個學生的, 答案的時候呢, 或者畫面的時候呢, 他呢, 在學生這裡呢, 除了顯示那個學生的名字, 其實他可以like的, 其實他可以like那個學生的那個, 畫面做了的東西啦, 那, 那, 那個學生, 就是, 例如, 國王, 是演示什麼樣, 哇, 可能第二個學生, 學生B, 學生B, 就去like, 那, 那個國王這個作品的時候呢, 那, 那, 全班同學都會見到的,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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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話, 那, 你會看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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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這個學生 為什麼你選A呢? 你可以問一下他 你也可以按一下他的名字 按一下他的名字 他就會出回 他剛才那個學生投票的時候可以寫原因的 他寫了一些原因 按一下學生 這個小王子這個學生選了A 也都會顯示他為什麼選A寫了什麼原因 這個就是那個新的投票的流程 但是新的投票你如果有留意到上面有四個功能 除了你慢慢寫字 你也可以馬上打字進去 雖然我覺得手寫就快一點 但是有些老師可能打字都很快 就可以打字了 另外就可以相片 相片就是例如你舉個例子 上試藝課的時候 或者其他課的時候 有些學生可能做一些實物出來 你就可以立即拍攝 例如A、B、C、D要投票 其實是四個不同的學生的作品來的 那你就按照片 拍完就立即可以叫學生投票了 當然你也可以上載一些圖片叫學生去投票了 然後第四個功能就是學生影片 有些學生如果是做一些發揮成為創作性的作品 例如我們看到很多老師都給學生用電子筆來畫公仔 畫一個情景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可以選一些學生的作品出來投票 就是在電子書裡面 那你例如可以選一個小黃字這樣才算 第九王 像剛才畫的那些 九王的第二頁這樣才算 你可以選它出來 那你也可以再選幾個學生 例如北極熊 不是北極熊第三頁的 那你可以很彈性地選一些學生做了的作品出來投票 所以新的投票就有這幾個功能 好了 那我跳去學習歷程那裏 那學習歷程那裏其實加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大家如果記得以前在工作間分享那裏看成績的文 但是2.8開始我們鼓勵老師去學習歷程這邊去看學生成績的 那就是因為這邊的功能會多一點點 那其中一件事呢 其實你是可以看回 因為有時候你除了這條績 看回那個學生的總成績之外呢 其實很多時候老師也會派一些教材 給學生回家預先看了 那就用來做 反轉教室這樣 那你又想看那些學生究竟開書開成怎樣 就是有時候或者有些書其實沒有題目的 你想它只是看而已 那如果沒有題目就變成了總成績 這條績就沒有東西看 因為那本書也沒有題目 就是來這裡的題目是沒有題目的 就會寫出沒有資料的 那但是有些 你就可以按這個使用數據啦 按使用數據呢 你就可以看有多少個人是 原來是整本書開都沒有開過的 例如這裡有4個人是開都沒有開過的 那有一個人是開了 但是沒有做過的 因為它完成了0%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呢 它開了 但是就完成了50%至75% 所以有些書你就可以在這裡有個Pi 直接看了 那這個Pi 呢 就是因為越深色 這個男生越深色 代表他做完成的東西就越多了 那灰色這些位置就直接沒有開過書啦 那就可以很快就已經拿到其實那些學生 究竟有沒有開過書來看看這樣吧 好了 下一個功能呢 就是剛才在上課呢 都會有一個Pi 改的功能嘛 那大家留意呢 其實有些書呢 你可能不是上課派的嘛 你可能不上功課派的嘛 那當功課派的時候呢 看這個學習歷程的這個Pi 改的按鍵嘛 好啦 你按這個Pi 改的按鍵啦 那我上Pi 改 例如這一頁這樣才算啦 那剛才都講了一些新的Pi 改功能啦 就是你可以給星星貼紙啊 又看啦 或者我們還有兩個新的功能呢 其實很多老師都希望有這件事 就是加一個我們叫文字評語 那你見到這裡有兩個icon呢 其實是那個老師的icon啦 就是現在這個是我的戶口 所以出了一個icon在這裡啦 好啦 那你按這個icon呢 跟那些貼紙一樣貼一貼的畫面 那你就會見到它出了一件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呢 代表呢 你是要寫一些評語進去的 你可以打字啦 就不用用下用手寫筆啦 好啦 那你按確定啦 那這個評語呢 到學生看的時候呢 它就會收到的啦 它按出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見到這個評語啦 好啦 那就另一個功能呢 就是類似的 但是就是錄音的 那你按錄音這個呢 如果你不想打字呢 你會很想很親切地慢慢地告訴學生 為什麼它有些東西錯了呢 那你可以錄音的了 那拍片就沒有啦 因為我們都問到很多老師都 都暫時都未必很需要 看到那個老師的樣子拍片解釋的 所以暫時就沒有拍片啦 好啦 那例如這個文字的評語呢 那你做完之後呢 那老師就說 我要打十個學生 如果十個學生都相同的評語呢 我豈不是做錯了 那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複製的按鍵 那你按一按複製呢 然後去第二個學生呢 按貼上呢 那它會貼回同一個評語出來的 你見到是 那現在的位置有少許問題啦 我們會再收拾 那起碼呢 那個評語呢 就再多樣化一點 以前你只是得知不知識識識 那現在可以加這些這樣的評語進去啦 那另外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在成績表那裡也都改了一些東西 那在成績表呢 就在數據表這裡呢 其實就多了一項叫平均分的東西 那平均分呢 它首先就是有兩個平均分 你會見到啦 那一個呢就是它 整份卷的平均分啦 那另一個呢 就是全班所有分數的平均分 就是說這個是把所有學生的平均分 這個是它中間這個呢 就是個人的平均分啦 那還有一個功能呢就是顯示這些數據的時候呢 可以顯示時間 就是以往只有一個分的而已 那現在多了一個功能呢 其實是會記入它的時間的 那比如這裡呢 那那個除了沒有一題之外呢 那比如第一頁它用了多少時間去看呢 你會見到這裡有個時間在那裡 那就可以比較了 那比如有些頁面呢 那要做閱讀理解 那有一篇文章看 那那為什麼有些學生看得久一點呢 他們會不會掌握呢 還是有些學生是看得快一點呢 那你可以看用的時間去作馴 那當然有些東西你要留意啦 如果一個學生開著一部機 那他不是真的在看東西 那當然那個系統暫時也沒有辦法啦 那但是就是當作一般使用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這個時間呢 都有一些資訊可以給老師去做分析啦 那跟著呢 還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呢 那就是如果是專業版的學校呢 那其實入圖數據分析就會見到多了這堆 分析的 就是登入分析啊 活動分析啊 閱讀分析啊 那你按下去呢 那就跟之前那些有些不同的 例如以前全校分析呢 你要自己手動去 例如你去選班啦 選事件啦 那就是去將一張圖出來啦 那這個是一個彈性的將一張圖方法啦 那但是這裡呢 就我們specific了 例如你只要看閱讀分析 就是那些學生究竟開書開了多少次呢 那你可以直接入例如同分析啦 然後你可以選人物啦 那選人物呢 你可以選某些組別啦 全校啦 或者甚至乎你可以選某些人類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選個別學生和全班 這個東西比達人類一班啦 那這幾個學生和某一班的比較啦 那你會見到它出了幾條線出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它 它究竟那個月開書的次數是多少啦 那時間你隨便選啦 你可以選最近的7天 14天 30天 然後你也可以自訂的 你只想看某個時間到某個時間 你就可以選擇開始和鐵出的日期的 那它將了這個圖表呢 那些點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顯示給你看呢 我來這裡有三個有一個數值 就是三個人開過書的 那它按進去呢 你會見到分佈啦 就是原來這個小王子 這個用戶是兩個人 國王這個用戶是 Sorry 開了一次的意思 那這個圖表也除了你不想用節線圖來看 你可以用帕形圖來看 那帕形圖就會變成一條巴 那你按下去它就會 都是會出回那些數據的 那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將這裡所有數據匯出Excel 那其實你 例如你是學校的負責人啦 或者是可能一些行政的同事呢 可能你想看回學校用Google 平台 究竟那些使用的提點呢 你可以進來數據分析這條題 那你也可以去提交分析啦 提交分析就是說 究竟哪一班交答案交得比較多啦 那你還可以甚至乎 搞些比賽就是說 那一班學生 是某個時段內交答案交得最多的 會有些獎勵給他的 那就可以在這裡看到這些數據啦 那另外就是 哪些學生或者哪一組的學生 拿得新生比較多 我們同樣也是可以這樣請你查出來的 所以說到獎勵呢 就在這裡都說了幾句啦 那如果你是專業版的用戶呢 其實你可以自己設一些獎品呢 就是當那些學生拿了星星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 學生自己進來換了一些獎品啦 那這裡那個獎品呢 就是一些實體獎品來的 就麻煩你自己預備一些獎品 我們就 實體獎品我們就不提供啦 例如你弄一把简錘 弄一張貼紙在這裡 那就可以設定數目 然後就給學生去換啦 換完就沒有了 那還有其他一些 那這些呢 就頭像呢 就不用錢給他去換的 就是他就這樣升升就可以了 我 sorry 不用錢說了 不用老師設獎品啦 那你自己可以 我們系統已經有些頭像啦 那不是啊 我發覺有些學校呢 不知道為什麼喜歡 就是 不過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些 學校呢 就是安排一些學生 換一些老師的錢卡 這樣才算啦 就是不只是換的樣子 有張很漂亮的卡 這樣 很厲害的 或者你自己上載一些 就是這些頭像呢 你就自己可以再找其他 來給學生換做頭像啦 那 然後還會有所有的 換名紀錄啦 學生得到過的聖聖紀錄啦 因為以前沒得看的嘛 那現在在掌照裡面呢 其實你可以按班去看完所有的紀錄啦 或者按個別學生去看完 究竟去拿過多少聖聖和一些紀錄的 對啦 那另外 其實阿松有一個功能 我會說呢 其實在工作間那裡 就是當你去加入一些圖片的時候呢 那你按加啦 媒體啦 圖片啦 那你入圖片的時候呢 那 例如你們會入一些效盤的圖片的嘛 那當你日後呢 都不是日後 就是已經做了的 當你上載一些圖片 或者你拍照拍了一些圖片之後呢 其實它是會 自動呢 加一些關鍵字 我讓我按這個圖片先 你加一張頸錄這樣才算啦 去到那邊 去到這裡 OK 那以日後呢 就是用一些關鍵字來搜呢 就會搜到這張圖 就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關鍵字呢 就是例如呢 你把圖裡面有些什麼文件呢 就不是那個檔案名 就是檔案名呢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啦 那例如把圖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好像剛才那張圖 有個長頸錄這樣才算啦 你看到它都搜到出來的 其實它因為它自動呢 我們用了人工智能呢 每當你upload了一張圖片的時候呢 它就會人工智能自動辨認 這張圖裡面有些什麼文件呢 那那那張圖 如果不是叫長頸錄.jpeg 是一個APC.jpeg 但是你搜到長頸錄呢 它依然可以找得到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人工智能 它辨認這張圖有些什麼東西 那所以就算你本校自己 upload的那些圖片呢 日後要搜出來呢 也都會方便一些啦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功能啦 那就因為時間都 我都講了很久了 因為只是講究功能都很多東西說 那其實呢 新功能不如我再下一次再安排一下時間去講 那麼就這到初步給老師知道先啦 那很快就講了 我不知道這條高虎啦 其實我們會在做一些新的數學組件啦 例如數次互換啦 排序啊 算了區啊 也都跟有些學校在聊天做一些體感遊戲啦 就是因為現在很厲害的 我們拿鼠怪的鏡頭呢 那個鏡頭呢 已經可以偵測到你的骨架 那你的骨架是怎樣去 就是我們可以用骨架來做一些體感玩的遊戲啦 那手掌都可以的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開始做一些電子活動呢 就令到老師不一定要砌書啦 就應該立刻派這些活動給學生 就是例如拍照功課和批改呢 就是你安排學生 麻煩你拍四頁照片回來啦 那你拍完就直接已經可以去批改啦 那不用開一本書啦 就整個幾格啦 那還有其他profile啊 Youtube報告啊 那這些東西都正在做的 那這個內建視訊就供大家參考先啦 因為都還測試中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要用電子書和Zoom同時用呢 那你如果在iPad呢 如果大家試過的話呢 因為iPad暫時iOS15呢 就每次只可以看著一個iPad 還有不可以兩個app同時看的嘛 雖然遲些iOS16可以做到兩個app同時開 那但是那個就遲些出了才算啦 那我們就自己試做了一個內部視訊呢 那在Wingbow那個app裡面呢 是可以做到賣視訊上台的 那課程呢 遲點我們會再發佈啦 因為在課程我們增援了很多功能啦 那接下來我們都會做一些活動紀錄的功能啦 就是可能你舉辦校內活動啊 或者旅行啊 或者一些運動會啊 那你是可以有一個活動同月曆呢 是會給大家去用啦 那另外會有一個寫教案的功能啦 那這個就最主要是給特殊學校用啦 那另外有一個多功能評估表呢 就是其實你拿來評什麼都可以的 就是我們弄了一個類似Excel的表呢 你是拿來評學生的分數又可以的 拿來評ABCDE又可以的 你可能有些項目 讓學生有沒有參與上了一個表記錄回 你可以就這樣進入TiccoutX就行 你可以有些學校 例如要記錄個學生那些體適能的項目 就是每年身高多少啊 體重多少啊 做了努力跑的時間多少啊 那你又可以進入體適能這些項目 那也都會有一個評語表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在不同時段 進入那些學生不同科目的評語啦 而那些評語的項目呢你是可以自定的 那最重要呢就是其實因為剛才那些數據呢 就是慢慢因為我們集了那麼多電子書啊 或者一些你剛才手動評估的數據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會開始做一個叫成績表的功能 那等那個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 家長也好 在想一個方向叫電子成績表呢 就是其實那個成績表是否有些東西可以互動呢 就是例如你的成績表是 我看中文科原文能力範疇的時候呢 原來中文聽說讀寫的範疇呢 因為剛才你看到我已經開始收到很多數據了嘛 那我成績表裡面是否可以有一個 這樣我們叫做蜘蛛網的圖表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啦 那當然如果你是看子本它就沒有互動啦 但是原來學生日後入學系統看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按一按這些點再看 詳細一些 看看聆聽下底的那些目標呢 究竟有哪些做到哪些做不到呢 又或者是歷練的表現是否可以立即把這個拆出來呢 那這些是我們接下來的方向 那就履歷啦 履歷是會記錄學生的很多個人資料啦 病歷 私歷 語言 健康 打針紀錄啊 都很多東西啦 那權限也都會設定啦 那接下來也都希望有些學校想 我們都在找一些學校和我們夾訓去開發一些新的功能呢 就是電子加貨冊啦 那就電子加貨冊可以 就是除了看到要交什麼電子功課之外呢 你也都可以加實體的功課啦 照實體這個加貨冊啦 那所以它有加貨冊的呈現啦 那另外就是電子通告啦 我們都希望能夾到學校去做啦 那討論區就其實有的 我們會再爭論一點點啦 那還有很多很多未來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 就是我有個表的 就是有些就已經在做中了 綠色字這些有些項目是在做中了 紅色字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有些都確定了做啦 但是就是接下來新學年我們會開始做 那還有一些藍色這些字呢 就是我們日後期望開發的項目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那些未正式開發呢 就日後再有機會再跟大家講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繼續去聽我們的網上工作方啦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有很多三分鐘的短片呢 就是會介紹一下一些學校用電子學習的情況 那就請大家多多留意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多謝大家 拜拜